大便有这五种情况要警惕,可能是大肠癌的早期信号每个都有自己的排便习惯,最常见的就是一天排便一次,也有两三天排便一次,长久以来,就会形成排便习惯,偶尔出现腹泻或者便秘,也不会有太大问题。 最需要注意的是以下这些问题,一旦出现,最好及时就诊。 排便习惯的改变,这是大肠癌最常见的表现,若是之前都保持着排便规律,但最近出现频繁的腹泻或便秘,这种就较有意义的排便习惯的改变。 血便,很多出现血便时都以为是痔疮造成的,不当回事,然而有时候血便却是大肠癌的信号,不能忽视。 便秘与腹泻交替,如果病变在靠近肛门的位置,那么肠道就会变得狭窄,会导致便秘,同样也会导致肠道功能紊乱,引起腹泻,这样就会使机体出现腹泻与便秘交替的症状。 持续腹泻,若是因为大肠癌导致的腹泻,常常水性粪便中还混杂着血液,排便后会有粪便残留的感觉,同时腹泻与便秘交替,反复发生。 腹泻便细,排便不静,肿瘤一旦变大,就会影响腹便的排出,使致便细,也会有排便不静的感觉。 因此,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排便习惯,如果出现上述症状,请及时就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